我相信有志者是进程 不管困难再辛苦 我们都能一一克服哦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但是当医生的路途很艰辛 我们必须要时时时刻的 勤力的做练习还有读书 才能实现梦想哦 当我的成绩从40多分 慢慢进步到70多分的时候 我会格外开心 只要能实现这个梦想 我相信一切辛苦都是值得 基本上我考试的绝招只有五个步骤 第一我们要立下目标 要有一不勤力就会不及格的觉悟哦 第二当我们读书的时候看到很多生词 我们要勤力的去维基解码还有Google哦 第三读书要活迹绝对不能死废 我们可以用联想或者是重复气势的技法来读书哦 第四正所谓情人捕捉 我们不会的东西一定要勤作练习 这样才会进步 第五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明白的事情要当下问个清清楚楚哦 我想成为Brandsman Achiever 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 有梦想的话你就要赶赶去追哦 你相信你能 你就一定能哦 平时课业繁忙的时候 我都会来一批Brands 而考试的时候 我会奋斗到最后一秒钟 这时Brands能让我的头脑清晰 让我在考试中表现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